主播各位观众,说到泥沙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影响雨势不断 位在桃园的石门水库也降下大雨,水位持续攀升 截至今天早上七点累计降雨量打193毫米 以及超过245公尺满水位 因为积水区持续降雨,因此从早上七点半开启一红道泄洪 由于大汉溪水位会上升,提醒民众远离河道 这是石门水库五年来第三次泄洪,也是今年首度泄洪 另外,大台北山区连日降雨,基隆河上游挤水区含水状态饱和 现在又遇上这几波降雨,山区48小时,累计预料达380毫米 位在新北瑞芳的原山指南河宴 昨天临时几届水位62.5公尺,洪水进入分红净水池 今天早上七点半,水位超过63公尺 经由分红宴进入隧道开始分红 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分红 现在全台各地降雨连连,民众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小心 以上为您掌握最新消息,加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想扩大国际视野,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,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